长月记名马上要大结局了 黎苏苏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蒂勉 只是让黎苏苏没想到的是 蒂勉的到来会造成后面一系列不可挽回的结果 万年前 黎苏苏的母亲出皇因为被蒂勉的花言巧语欺骗 造成众神陨落 魔神转世 万年后 蒂勉还是重蹈覆辙 利用自己的女儿取得血骨 甚至不惜把赵优真人打成重伤 蒂勉曾经对蒂勉说过取血骨的原因 因为蒂勉是神 而自己只是一只妖 觉得配不上他 如果取得血骨成为新一代魔神 就能与他匹配 但是蒂勉已死 为何蒂勉还是对血骨念念不忘 这一切都是因为蒂勉的本性 他是爱着蒂勉 但不是因为蒂勉让他想成为魔神 而是因为他自己 他享受成为魔神高高在上的地位 魔神的力量深深吸引着他 他向朱皇编织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显示自己有多爱他 来掩盖自己的自私自利 而最后蒂勉惨死的结局告诉我们 不要在垃圾堆里捡男人 黎苏苏亲手杀死蒂勉 蒂勉做的最大的错误 是黎苏苏选择认下他这个万年没见的父亲 想要好好孝敬他的时候 他选择背叛了他 从他体内取走血骨 当他选择与黎苏苏站在对立面的时候 就已经预示了他后面不得善终的结局 蒂勉的轨迹被赵幽真人发现 为了逃脱把赵幽真人打成重伤 并把责任推卸到苍九民身上 苍九民遭到天下唾骂百口莫辩 最后选择脱离先及去了魔狱 直到黎苏苏知道这一切根本不是苍九民所为 始作俑者是自己的父亲时 悲痛万分的他来到魔狱 将刀亲手刺进了蒂勉的身体里 虽然是负罪孽深重 但是他不想看着自己的父亲一错再错 蒂勉临死那刻悔过 蒂勉直到快要死的那刻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蠢事 如果不是自己阻止初皇封印邪骨 初皇不会死 而自己也不会被魔神镇压在荒冤整整一万年 一万年后他还是没有醒悟 甚至想要害死自己的女儿 离苏苏的这一刀打醒了他 至高无上的能力真的有什么用 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才是一生的折磨 避免回忆起当初与初皇在一起的日子 那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是他自己亲手毁了一切 如今的他终于可以去寻找初皇 告诉他自己终于知道错了 避免对初皇的爱是自私的 但台晋对离苏苏的爱是无私的 这就是避免与但台晋最大的区别